你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每日一书,今天要分享的书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,作者是美国社会学家,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,理剧论的倡导人,欧文·戈夫曼,同时他也做过电影制片人,曾经获得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库利·米德奖,做过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第73任主席,写作这本书的时候,戈夫曼还不到40岁。 在书中,戈夫曼将戏剧比拟引入社会学分析,用戏剧表演的框架来理解社会机构,也就是你剧论。 也就是说,戈夫曼将人们的日常活动对应到舞台上各种角色的行为中,把人生看成一场场演出,把人际交往看成配合演出或者识破演出。 在这种新视角下,我们看待社会生活,看待自身和他人,会转换为新的视角,对现实有抽离感,看眼前的事就像看一场戏,烦恼的时候我们能豁达,狂喜的时候我们能冷静,不是的时候能自我开解,更好的全盘考虑,审时夺势,趋利避害。 接下来,我将分三部分为大家讲解本书。 第一部分,如何处理我与环境的问题,戈夫曼认为人人都是表演者,那么一群表演者在一起完成一个共同的表演任务并且相互配合,就称之为剧班。 一个团队是一个剧班,以上下级为例,不管在办公室你们的关系有多亲密,在外人面前,下属要为上司拉开椅子,表现得毕恭毕敬, 上司讲了一个说过了很多遍的笑话,下属仍然要配合大笑。 谈判的时候,团队要么就提前做好沟通,想好如何应对,要么凭经验,凭默契,有的唱红脸,有的唱白脸,有的算账,有的拿主意。 因为拥有共同的利益,一致就变成了剧班的关键词,立场一致,口径一致,剧班共同拥有并保守那些泄露了就会使表演失败的秘密。 作者研究发现,现实生活中的剧班和舞台的剧班一样,也有角色之分,剧班的角色和现实生活中的角色对应,有主角、配角、导演、告密者、托儿、中间人、无族轻重者、专家、同行等等。 比如,我们通常从一个团队开会的时候,人们发言的内容,发言的顺序,从他们的服饰,做次就能分辨出谁是主角,谁是一个集体中的小透明。 剧班内部有人在表演,有人就要回应表演。 而剧班和剧班之间会产生互动,同时一个剧班在表演的时候,另一个剧班也会回应性地表演。 比如,谈判的时候,对垒的两个团队就是剧班和剧班,饭局中,主人团队和被招待的客人团队也是剧班和剧班。 作者表示,作为单个表演者,我们会根据利益和情境随时加入不同的剧班。 哥夫曼在书中讲了一个陆军中尉的例子。 在某种情况下,中尉会和所有的军官密切配合,而与所有士兵对立,而在另一些场合,他又会与下级军官密切配合,一起为在场的上级军官们表演。 现实点说,如果你是一个单位的中层,你会代表你所属的小团队向上级提出诉求,你现在就是小团队那个剧班的代表,你也可能代表上级向团队里的各个成员宣布决定,提出要求,进行讲成,这时你其实就是加入了和上级利益一致的剧班。 哥夫曼提出的角色论、剧班论能解决我们出入职场,进入一个新环境时的心理落差。 比如,我之前的同学家境优越,作为天之娇女的他曾经在一个奢侈品品牌实习。 在实习的过程中,他总会遇到刁难他的客户,还必须做着繁琐枯燥,累死人的工作。 后来他因为无法忍受这些辞职了,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问题,可能他就不会辞职了。 这个时候,他的角色就是一个服务者,是一个贵员。 他扮演的只是你的职位相应的角色,你的遭遇只是你角色的遭遇,如果这样想,心中的不适,现实与理想的落差自然会缓和些。 还有很多,即便在一个环境,一个集体中待得很久了,还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合群,越来越设恐。 其实,如果你带着角色论,剧班论的意识,能清醒地判断你在一个集体剧班中的角色是什么,恐惧的心理就会减少很多,因为你只要完成你的演出任务就可以了。 再来看第二部分,如何处理我与他人的问题,我们如何辨别一个人是我的朋友,还是我的敌人? 他对我好,他有没有骗我?他真的像他表现得那么好吗? 哥夫曼认为,人人都在表演,表演分为两种,一种是不知道自己在表演,即真情流露,真诚地表演,另一种就是真的演,知道自己在表演,自觉地表演,故意在表演,这叫玩世不恭地表演。 暂时抛开道德的争议,一个高明的表演者如果掌握了精准的表演符号,很难让人分辨是真诚的表演,还是玩世不恭的表演。 那么什么是精准的表演符号呢? 哥夫曼举例说,一个姑娘的室友,会从她接电话的次数来判断这位姑娘受欢迎的程度,于是,这个姑娘可能就会故意安排人给她打电话,为的是在周围的人心中造成一种印象, 她很受欢迎,频繁接电话就是受欢迎的表演符号。 我们在职场也经常见到这样的例子,下属成惶成恐对待上司,见到上司就点头哈腰,上司说是他从来不说不,上司指动他从来不往昔,点头哈腰,听令而行就是这个下属表现出来的听话,事实上与他是否对上司忠心,认可根本没有关系。 以上的表演,我们很难从外观分辨出对方是真诚的,还是玩事不恭的,也就是说,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受欢迎,是不是真的自律听话,我们其实并不清楚。 那怎么识别一个人的信用呢? 哥夫曼说有表演就一定有破绽,一个人演得再好,他在表演过程中也有难以控制的行为,这难以控制的行为就是他的破绽。 比如,一位太太在接受客人对食物的赞美时,会注意这位客人举起叉子或汤勺送到嘴里的动作、速度,他把食物送到嘴里是不是很急切,咽下食物是不是显得享受,用这些来标记,对照客人所表现出的赞美是不是真实。 一个人站在我们面前,他表现得很好,可是我们根本不能分清楚他是不是在演,他是敌还是友,所以哥夫曼提出了前台后台理论,他认为一个人表现出来的样子像舞台的前台,他真实的样子像舞台背后的后台。 我们要学会建立自己的后台,监察体系。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见识、经历、经验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方式,透过前台监察后台。 比如,一位女记者30岁了,未婚是真正的大龄未婚女青年,她的本职工作是做调查记者,戳破别人的骗局是她的职业本能。 她刚刚过完30岁生日,惊人介绍认识了一个钻石王老五,一切好的都不像真的,钻石王老五对她一见钟情,一个月之内就向她求婚。 女记者下了本城排名前三的男性同城交友软件,在一个豪华包厢里,男士再次启动向她求婚的程序时,女记者通过摇一摇,果然男性同城交友软件的第一个,就摇上了对面,这位对她一脸赤诚, 正在向她求婚的男士。 出于安全考虑,女记者没有当场戳破骗局,但是,她成功地用自己的后台监察体系避免了一场骗婚。 我们可以通过对对方破绽、崩溃的表演,识别出一个人的真假。 那是不是每一次别人在演,我都要去揭穿她,采取行动呢? 不一定。 对于关乎我们利益的事,生死存亡的事,当然要旗帜鲜明地去揭穿, 但是更多的时候,我们识别了一个人的信用,只是为了决定我们的下一步动作,是配合她表演,给她接戏,做托,还是做个乖巧观众。 什么是乖巧观众? 在哥夫曼的语境里,在社会互动中,如果对方的表演不是很成功,出现了一些让演员尴尬的情况,一般参与互动的人会给对方留点面子,故意装作没看到, 在我们的中国文化中经常说难得糊涂看破不说破,指的就是这种智慧。 哥夫曼认为,人人都是表演者,表演就一定会有破绽,破绽到极致就是表演崩溃, 我们面对别人的表演,要有留心对方破绽的意识,切不可别人表现出是什么样,你就全然相信,要建立一套自己的后台监察体系。 鉴别完别人的眼,对于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,一定要警醒,对于无关紧要的,是情况决定配合对方做补救表演,还是当托或是乖巧观众。 最后再来看第三部分,如何处理我与爱人的问题,怎样让我喜欢的人也喜欢我呢? 哥夫曼认为,我们给别人的印象是可以管理的。 作为表演者的我们,我们的前台是面向观众的那部分,是世人的,是化好妆,想好台词,筹谋过,甚至排练过大部分行为的,简而言之加了美颜滤镜的。 前台一般包含两个基本要素。 第一,舞台设置。 它是某一特定表演进行的地方,个人形象展示的特定场所。 进入到这种实体背景,表演者就会自然焕发出在特定舞台中角色所呈现出的气质,变成那个理想化、社会化的自我。 比如扮演学生角色需要的教室,扮演医生角色需要的诊所,扮演法官需要的法庭,扮演白领需要的办公室,写字楼。 一般来说,表演者在固定的舞台设置中进行表演。 当表演者离开舞台设置时,也就结束了表演。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不同的场合,面对不同的观众的时候,我们的面目会不一样。 第二,个人前台,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的外表举止。 外表是用来表明我的社会属性及身份的。 举止就是言谈方式,包括面部表情、躯体姿态等。 后台与前台相对,轻易是不适人的。 在后台,我们是可以得到放松和休息的,暂时脱下我们理想化的面具,宣泄情绪,为前台的表演做准备。 在哥夫曼看来,在人际互动中,表演者通过管理自己的行动,在特定的观众面前,呈现出自己期望中的角色,就是印象管理。 进行印象管理的时候,人们常常会努力运用各种符号为自己打上标签,再通过卖力的表演树立自己的形象。 哥夫曼将人们进行印象管理的方式,也就是怎么演,分成了几种。 第一种就是理想化表演。 也就是说,人们尽可能充分展示自己理想化的形象,不可避免地要在演出中隐藏某些东西。 第二种是误解表演。 即使别人产生错觉,得到假印象的表演,像富人装穷,穷人装富,流氓扮演绅士。 第三种是神秘化表演。 即在表演中,演员和观众间要保持一定距离,角色隔离的目的是避免双方相互能看到对方后台的行为,观众越不了解这个演员的底细,越会产生敬畏,惊奇的心理,观众对演员的表演就更加深刻。 哥夫曼认为,其实我们对一个人越是熟悉,就越是容易产生轻视的感觉,所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军队当中,军官和士兵不能在同一个食堂用餐,相互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,以防相互之间太熟悉了,将来打起仗来,士兵可能不听命令。 第四种是补救表演。补救表演是用来应付一些意外情况的,就是表演崩溃了,我眼砸了,我该怎么办?最后如何让我喜欢的人也喜欢我呢? 首先要学会表达动作,对感情才能表达到位。 哥夫曼针对爱情专门表述过,一个玩世不恭的男人为了使女人相信他的爱是真诚的,可能会有意识地表现出手足无措。 但是一个真诚的爱人表现的手足无措,则可能是不自觉的,自发的。 自然的手足无措就是爱情的表演符号。 其次,学会表现,打造成对方喜欢的样子,才能让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。 既然印象是可以管理的,我们可以仔细研究,我喜欢的那个人,他喜欢什么样的异性呢? 暗恋一个相对陌生的人,我们可以通过经验判断,人们对理想异性普遍的要求是什么。 比如说,你总要打扮得漂亮点,总要显得得体些。 而暗恋一个相对熟悉的人,可以通过我们对对方的了解观察,判断他喜欢的异性有什么特征。 在表达和表现中,我们可以是实用上印象管理的四种表演形式,呈现出理想化的你,是理想化表演。 你可以故意不理人,显得很难亲近,引起对方的兴趣,是神秘化表演。 你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爱人面前,之前不打招呼,甚至故意表示我还在外地,让他感到惊喜。 这本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就分享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